原标题 2020怎么提名 国民党定了 党员投票三成 民调七成环球时报助台北特约记者崔明轩 面对明年大选 以及党内出选的纷纷扰扰 国民党27日下午 正式确定总统提名机制 台湾中央设称 国民党总统出选期三至出路 选情颇具复杂度 尤其是民调最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存在变数 党内期待他出马的声浪不断 谁将披上国民党战袍出征2020 大戏才刚登场 不能完全排除换住可能性 国民党27日交差中常会 在党主席吴对义的亲自拍板下 正式决定2020年总统出选提名机制 采取党员投票三成 民调七成的方式办理 吴对义会后亲自对媒体表示 他坚持一定要维持信用比例 民调70% 党员30% 目前的出选办法不能更改 他说中常委的发言非常踊跃 有人提议维持信用方法 有人主张文无比例 他最后建议对信用制度尊严一定要维持 要用大公无私的心情 就算修改信用规则 也不能适用于现在要面对的这个事情 要下下界才能适用 当被问到党员投票加入 是否在卡前新卫市长朱立罗时 他回应称 没有这些不符合公益的考虑 27日傍晚 吴对义又补充称 在很特殊的情况下 也不能完全排除重演换柱 费着红秀柱的参选资格 改为定照朱立伦 联合新闻网 27日称 吴对义的表态 是爱国民党2012年修 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参选 公职人员选举提名办法规定 其中 总统初选采取三声党员投票 其成民调的方式办理 提名办法中并无协调的规定 更无全民调的设计 不过2015年 国民党进行总统选举提名时 另外下了一条若近登记参选人 二分之以上同意 费在全民调办理 但当年并未实施 报道提及 智库在研究报告中明确表示 必须愣入党员投票参与 也形同完全排除全民调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称 很高兴忠于明确的 把初选制度确认下来 大家会上唯一目标就是希望找出胜算最高的候选人 党内可以竞争 但我们不能再给民进党先奉插针的机会 组发会主委李哲华称 国民党的四月公告 五月登记 六月初选 七月报权贷会通过 最后 该提名谁就提名谁 王金平三月七日 宣布参选国民党 在去年九和一选举大胜后 党内太阳纷纷表态决逐明年大选 其中朱立伦率先在去年十二月卸任后表态参选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二十七日宣布将在三月七日发表参选宣言 吴对义则是对外宣称在适当时机宣布 此外 宋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前台委员长周西伟也宣布投入党内初选 针对国民党出台的办法 王金平办公室二十七日标示 党中央决定的办法都遵 重与遵守 之前主张全民调的朱立伦工作室也称尊重党中央 希望初选时尽快确定想有民众期待 朱立伦二十六日向吴对一喊话称 不要因为过程反来卡去 让大家对国民党延误 真正重点是谁能重战台湾经济 谁能改善两岸关系 若初选或常造成泪控 基本上不用完了 他同时提醒说 我曾经担任主席也受过重伤 无论做什么都要受社会公平 联合新闻网二十七日注意到 朱立伦针对党内政策和两岸关系接连出手 他在接受采访时批评称蔡英文执政以来 一直在走对抗的错路 企图及起民愤对抗 但作为领导人应该逼逆战争 而不是挑起战争 全世界没有一个领导人会用战争来获取个人政治利益 这才是世仲嫌 二十六日 他更是抛出重启核四的主张 引爆话题 联合报称 朱显然是看到能源一齐 已是大选统独之外的主战场 于是 先兴表态点燃隐信 要和蔡英文执球对决 吴对义也不甘示弱 他二十六日接受采访时称 国民党能否重返直征 必须四大因缘具有 即民进党失明心 国民党要够强 候选人能赢 结合有党与党友 至于这四大因缘 是否已经开花结果 他与待玄机的称 也许还没到结果 但以夜落而知秋 第一个因素看来是九月的秋天 叶子该落了 据台媒报道 吴对义上任后 已经办两年的国 共论台 今年也确定不会复办 吴对义称 现在正式选举热计 初选登记 浮选 提名都陆续展开 选举期间 要尽可能避免 被对手随便戴帽子 这一点警觉性要有 韩国语首都松口27日 进入的台湾迷你基金会 发布最新民调显示 假设是蔡英文 高雄市长韩国瑜 和台北市长 柯文哲三人竞选2020 那么34.4%的受访者 支持韩国瑜 29.6%支持柯文哲 28.2%支持蔡英文 6.2%商男决定 如果是蔡英文对决朱立伦 则有46.5%的受访者 支持朱立伦 37.9%的人支持蔡英文 13.5%商男决定 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刘盈龙称 价看之下 蔡英文似乎不是太差 但她毕竟以现任 领导人的身份争取连任 却一开始就举例劣势 中国时报27日称 目前朱立伦的民调最高 这有机会在国民党内胜出 但四年前的换柱风波尚未平复 而王金平和吴对义都一年过七旬 男子强暴 文商说 国民党出选冒得越难看 越令人看好在高雄平经济的韩国瑜 尤其巨大选不到一年 民进党内外展现的姿态 更让蔓廉阵营西派延续寒流热度 在明年终结民进党执政 值得关注的是 面对各界平平敬名 韩国于27日首度松口表示 会有决定 最终 我一定会跟大家报告 中时电子报认为 它的态度似乎已动摇 但是有道明明没想到 在信心地触摇 这幻慢慢的 Sullivan 但是 bills吗 看未来不及 是 最终线了 对 我的心地